好的主播 画面中可以看到 一辆蓝色自小客损毁严重 后方挡风玻璃破了两条长长的大洞 玻璃碎渣掉落在四周 车体后方也被撞凹陷 车身板筋也脱落 驾驶座上白色的安全气囊都爆开 警销人员探头进去仔细检查 而走到车前方 驾驶座前挡风玻璃也被砸碎损毁 画面触目惊心 我是砍这边哦 那不前挡玻璃也是刀砍的啦 全面都被砍的啊 14日凌晨1点左右 高雄发生街头砍沙砸车的惊悚事件 多名男子持刀棍驾车 先在三多幅的路口聚集 接着往四围一路与福德三路口移动 当时有两辆汽车正在等停红绿灯 却遭这群聚集的车队重撞攻击 多人手持刀棍不断朝车身玻璃与板筋猛砍 被攻击的车子一度加速逃逸 但过程中不声撞倒一名路过女骑士 犯案扼煞件车辆遭杂毁 立即一空而散 党媒被撞倒的女骑士心有余计表示 当时看到路边多人聚集又持刀棍 感觉就不太对劲 没想到目击整个冲撞过程还被撞倒 女骑士事后被救护车送医治疗 警方也将现场被攻击杂车的当事人 都带回调查 目前也已经锁定犯案车辆 警方正全力弃捕中 以上最新主播 我是哈远宜 不用说故事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争议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宜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请锁定中视频道